反派可以说是一部电影极为关键的角色 倘若用心塑造它 甚至能成为比主角更具魅力的艺术形象 因为正义的光芒大多千篇一律 而邪恶的阴影却往往具有射人心魄的独特魅力 而要成就一位经典反派 也必须满足以下几个重要条件 其所属的影片必须经典 反派的性格一定要有深度 最好再有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和台词 十大经典反派之 宇宙天平 灭霸 灭霸是漫威电影宇宙第三阶段 最强大 最野心勃勃的反派 它原本是生活在泰坦星的永恒族 因为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紧张 永恒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而战争一旦开始 永远不会有赢家 最终永恒族就在内耗中走向了灭亡 最后留存下来的唯一一个族人就是灭霸 在亲眼目睹了族人的自相残杀后 灭霸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 生命的增加扩张 会导致整个宇宙的资源陷入紧张 从而导致所有生命在战争中消亡 因此它立下宏愿 无差别地消灭宇宙中的一半生命 以缓解种族间因资源而起的矛盾 也正是从这一点触发 灭霸才开始了夺取无限手套 收集无限宝石的行动 要想获得如此珍贵的神器 就必须要集结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 于是灭霸在屠露了泽侯贝里星球之后 就将偶然发现的孤女 抚养成了自己的养女卡摩拉 她许诺将给予她最强大的力量 并以此来操控卡摩拉 为她刺杀任何难缠的敌人 同时卡摩拉也是灭霸一生中 唯一真正投入过感情的亲人 因此在以牺牲卡摩拉 换取灵魂宝石之后 她才会流下一滴眼泪 但私人感情在灭霸心中 远远没有伟大的目标更有价值 这也导致了她一意孤行地 走上了与全宇宙为敌的不归路 十大经典反派之 香港独王韩春 无间道三部曲让人们记住了 陈永仁和刘建明 两个行走于黑白之间的卧底 更让曾志伟饰演的心狠手辣 老坚俱滑的独王韩春 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她最初只是尼氏集团下属的 四大帮派头目中的一个 与警局的黄子儿关系甚密 两人经常在一些小事上互通有误 但因为尼家事变 多疑的尼永孝要做掉四大家族 所以便与尼家反目 向黄子儿提供情报 干掉了尼永孝 在继承了尼家人 在香港的全部生意后 韩春也彻底断绝了 与黄子儿的联系 否则将无异于与虎谋皮 此外 为了让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 韩春还从刚刚加入的一众小弟中 选择了刘建明等人加入警队 作为内应 随时向他提供情报 身为把脑袋系在窥腰带上 混饭吃的黑帮 韩春深深地明白 像小说中的陆林好汉一样 只中情意是远远不行的 要生存下去 并且把生意做大做强 唯有一条路 那就是狠 即便是跟随多年的小弟 只要行动稍有可疑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抬手开枪 就更不用提曾经的旧交黄子儿了 当然 韩春也有情意深重的一面 例如 在他的爱人Mary被尼家人杀掉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与任何一个女人 产生情感 当然 深谋远虑如韩春 他也无法排除自己人的背叛 卧底刘建民 为了彻底洗白自己的身份 涉局杀死了他 十大经典反派之 宿命论杀手 安东齐格 在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老无所一》中 科恩兄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 前无古人的杀手形象 安东齐格 他既不是冷库中 夹带丝丝温情的杀手 也并非利欲熏心 以前换命的混混 更没有疯狂的杀戮欲望 可以说 安东在以往所有经典的杀手类型中 独辟蹊径 安东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 留着蘑菇头 脸部勾壑纵横 两道浓眉下面 是一双有黑如深井 从中看不到任何感情的眼睛 他所使用的武器也十分特别 并不注重隐蔽性 而是格外的夸张怪异 一把用氧气瓶做的细黄枪 和一把装着超大号消音器的线弹枪 这两把武器就暗示着安东的性格 他丝毫不会因自己的杀戮 而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 更不会为了行动方便 而刻意掩盖自己的身份 由此可见 冷血无情的安东 对自己的能力也格外自信 但真正让人对这个角色 记忆犹新的 还是他那别具一格的杀人原则 凡是认定要杀的人 就一定要杀死 凡是阻碍我杀死目标的人 也要杀死 凡是伤害我自尊的人 也必须死 即便有时安东犯下的杀戮 并不会让他接下来的行动更加顺利 他仍旧会遵照原则行事 而当他觉得对象 在杀与不杀的模糊区间徘徊时 他就会将对方的生死 交给手中的硬币命运 十大经典反派之 深山魔宅 原景酒店 闪灵这个在恐怖片史上 足以排进前十的作品 也贡献了一个 令人记忆犹新的反派形象 原景酒店 这个反派不是人 甚至都不是任何一种生物 而是建立于 无数无辜印第安人的尸骨之上的 一座魔宅 深陷中年危机 且创作灵感枯竭的杰克 携妻儿来到重山峻岭中的原景酒店 担任这里的休业看管员 心想 不但能挣点外快 还能顺便构思自己的小说 至于上一任的看管员 在工作期间 曾丧失理智 杀害全家后自杀的传言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当冬季来临 整座酒店只剩下杰克一家三口后 魔宅便很快显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魔拳擦掌的要收割这三条生命 儿子丹妮因为具有闪铃的特殊能力 因此很快便感到种种异样 电梯门中涌出的血水 走廊上两个双胞胎女孩 不断呼唤着他的二三七房间 然而这些景象又很快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父亲杰克似乎在幻觉中陷得更深 他甚至来到了酒吧 和不存在的酒保聊天喝酒 而他的小说稿件上 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一行字 只有工作 没有娱乐 杰克呆若目击 终于杰克在酒店恶灵的侵蚀下发疯了 他拿起斧头挥向了齐儿 在整部电影中 原警酒店似乎一直都作为一个环境存在 但被无数冤魂所驱使着的他 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 十大经典反派之 铁血杀手T800 终结者系列的标志形象 恐怕大家脑海中浮现的 一半是施瓦辛格的脸 另一半是泛着金属光泽的机器人的脸的画面 而这个机器人的型号就是T800 它是由未来世界的天网 设计生产的作战机器人 T800的主体材料是坦元素合金 因此拥有很好的耐高温和耐腐蚀能力 它的机械身体表面覆盖着 一层仿真度极高的人工活体组织 因此体温血液毛发都十分的逼真 这对于他侵入人类社会有极大的便利 同时其内置的强大电脑 拥有基于快速运算和信息库的强大学习能力 只不过在出场时 天网将其模式设置为了止毒 不允许他学习任何外界的知识 更杜绝了他产生情感的可能 于是当这样一个来自未来的冷血杀手 回到1984年的美国时 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刺杀任何目标对他来说都不费吹灰之力 而T800却在刺杀未来人类领袖的母亲 莎拉康纳是吃了瘪 因为他不但有来自未来的超级战士凯尔保护 自身更是有着非凡的勇气 最终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T800被工厂中的液压机压成了铁饼 但莎拉知道 在未来将会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铁血杀手 等待着人类 每当有金属打击乐器演奏的背景音乐响起时 我们就知道他在步步逼近 十大经典反派之太空猎手异形 恐怖大师洛夫克拉夫特曾说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 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 则是对未知的恐惧 而雷德利斯科特则将这种未知的恐惧 在电影异形中运用的淋漓尽致 宇宙升空一艘载着七名休眠船员的飞船 因探测到了不明的生命信号而改变航向 并唤醒船员 向着一颗生态体系不明的小行星飞去 船员们不会知道 这一小小的中途停靠 竟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太过迅速和离奇 爆脸虫袭击船员 强酸腐蚀船体 小异形破体而出 危机接连不断的上演 但此刻的船员们仍旧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而只能从管道中传来的异响 和雷达上变幻不定的光标等途径 与这个幽灵周旋 直到他最终现身 尽管只有短短一瞬 却令人永生难忘 泛着金属光泽 长而光滑的头颅 口中的腹齿锋利无比 四肢利爪和修长的肩尾 让他的杀戮易如反掌 锐利刺耳的咆哮和嘴角流下的咸水 更增添了几分怪异 电影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 美苏冷战已经延续了几十年 双方人民都在核威设下胆战心惊 而异形恰恰象征着人们身处战争边缘的绝望 和面对未知强大力量的无力感 十大经典反派之 巨阵特工史密斯 特工史密斯是黑客帝国系列中的头号反派 在影片中 他是一袭黑色装 头戴墨镜的冷裤特工 不但能在巨阵世界中飞檐走壁 穿墙遁地 还能够侵占任何一个NPC的身体 为他所用 在塑造这个形象时 沃哲斯基兄弟在其中融入了宗教的寓意 Smith的原意是铁匠 他所开车辆的车牌号是AS5416 这里的AS实际上是SA的缩写 代表圣经以色亚书 后面的数字则代表具体的章节和行数 吹嘘炭火 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 残害人形毁灭的也是我所造 这句出自圣经的暗语 恰好暗示了史密斯的另一个身份 巨阵中的杀毒程序 他的职责就是消灭入侵巨阵的任何一个异常的程序 所以他和天赋异禀的救世主尼奥 自然就成为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 史密斯作为维持巨阵正常运转的杀毒程序 其任务就是删除一切异常程序 倘若任务失败 他便会被视为无效程序而被巨阵删除 但是在系列第一部的结尾中 史密斯先杀死了尼奥 但尼奥又被催泥地的吻复活 并摧毁了史密斯 这便导致巨阵产生了是否应当删除史密斯的悖论 结果 史密斯因其已经完成过杀死尼奥的任务 而没有被巨阵删除 却又因尼奥的复活而无法被巨阵接受 于是 在巨阵革命中 史密斯这个巨阵中昔日的秩序的维护者 成为了秩序的挑战者 开始肆意侵蚀毁灭其他程序 而造物主和尼奥达成的协议就是 消灭已经成为病毒的史密斯 以换取人类大本营西安的存续 最终尼奥与史密斯同归于尽 随着巨阵中两个最大bug的消失 机械帝国和人类世界新的和平也再度达成 十大经典反派之 向死而生 数据 电锯惊魂系列的主角数据原名约翰克莱默 原本是一位建筑设计师 对机械设计 心理学和药理学都十分精通 而且心思缜密 智商极高 但是在一次意外中 他的妻子吉尔遭到了引君子西索的惊吓 而不幸流产 果然或不担心 刚刚经历丧亲之痛的约翰 又查出自己患有癌症 剩下的生命已时日无夺 但他并不想如此轻易地放弃生的希望 于是就尝试基因疗法 而保险公司又屡屡以各种理由推脱为其投保 心灰意冷的约翰 此刻已对人生丧失了希望 他与妻子吉尔结婚 并戴上了小丑面具 从此 世间再无约翰 只有数据 他专门在社会中观察那些虚度生命的人 然后将他们抓来 至于精密设计的机关陷阱之中 倘若能逃出生天 便能够平安离开 倘若不能 就会以极为悲惨的方式丧命 当初绑来的俘虏 在陷阱中挣扎求生的时候 数据就会在一旁静静地观察 通常他都会在机关旁安装摄像头 但他有时则会做出更为疯狂的举动 例如 在电锯惊魂一中 数据就通过假扮死人的方式 默默地潜伏在两个主角身边 当真相最终揭开 观众也不得不由衷感叹 他狡诈的诡计与强大的内心 说到罪行 相信没有比识人更令人发指的了 但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 他识人肉却也识人心 饮人血也惹人爱 要人命还谈恋爱 虽然在他英俊的外表 优雅的谈吐和渊博的学士之下 隐藏着一个烹干淡心的恶魔 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却丝毫没有影响他 成为无数影迷 所津津乐道的反派 汉尼拔在影片中的初登场 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随着精神病院安保最严密的区域 每一道厚重闸门的开启 都在暗示着 关押于其中的患者 危险性的升高 在史达林走过了两个 癫狂如野兽的患者的病房后 他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 厚厚的玻璃板将两个人隔开 房间内光线充足 一张软床 一副桌椅 墙上还挂着几幅素描 一个男子正神态安详地望着他 也许正是物极必反 癫狂的极致 就是外表的绝对平静 这样才能掩盖住内心的风暴 经过简单的接触后 史达林发现汉尼拔的本事 可远不止于自我伪装 他最恐怖的能力 就是对人心的洞察和控制 即便身为FBI探员 几次短短地交流下来 史达林童年最为隐秘的记忆 竟然就被汉尼拔轻松挖掘了出来 全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无疑就是汉尼拔的越狱行为了 拥有极高智商的他 在看到一根圆珠笔后 就立刻在整个头脑内 盘算出了整个计划 先用笔打开手铐 然后干掉两名守卫 将其中一人开膛破肚 掉在半空 扮成老鹰的样子 以吸引众人的注意 然后将另一个人的脸皮割下 照在自己的头上 假扮伤员 混出酒店 整个过程虽然极为残忍 却又处处流露出 气定神贤的优雅 表明汉尼拔心中的道德感 已寂静于无 在影片的最后 食人魔头重获自由 开始寻找他的下一顿晚餐 十大经典反派之 犯罪之王小丑 Joker这个鱼 1940年 在蝙蝠侠漫画中 初登场的角色 在80年后的今天 已经红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无数演员都为这个角色 贡献过自己杰出的演技 而目前为止 最受大家欢迎的两个版本 无疑是《黑暗骑士》中 希斯莱杰版的小丑 和2019年 杰昆菲尼克斯版的小丑 两位演员 也都凭借这一角色 捧得了奥斯卡小惊人 两部电影 一个侧重犯罪艺术 一个侧重心理变化 一外一内将小丑这个角色 刻画得血肉丰满 在《黑暗骑士》中 小丑仿佛是从地狱中 走入人间的恶魔 刚一登场 便是操纵人性恶的大事 在开场的银行结案中 他操控手下如摆弄提线木偶 一众贪婪的匪徒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最终自相残杀 此外 小丑还是无姓之人 他的声音和指纹 都已通过自残 而难以在档案库中辨识 警察和黑帮都摸不清他的底细 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而这些也帮助小丑 最终夺得了犯罪之王的头衔 他犯下的案件 绝不仅仅是对杀戮和物欲的 简单满足 否则他不会将歌坛黑帮家族的财富 复制一句 更不会饶有兴趣地等待两群人 互相引爆对方的游艇 2019年的小丑 则聚焦于 他从一个心怀戏剧梦想的年轻人 蜕变为歌坛犯罪之王的心路历程 经济大萧条下的生活艰辛 孤独的心灵缺乏爱情的抚慰 混乱的家庭 让他父爱缺失 母爱畸形 至爱的喜剧梦想 被自己的喜剧偶像当成了笑料 在一句调侃中 灰飞烟灭 丧失了一切希望的杰克 只能面对绝望 发出难以抑制的空洞大笑 曾经的杰克被深渊吞噬 走出的则是杰克尔